Hello 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的UNIKE 今次講一講就是8月4日終於有一個平衡調整 相信大家如果有玩過都知道其實遊戲有很多不平衡的地方 這裡就看看它改了什麼 首先第一隻就是噴火龍 它為了調整這個平衡性加強或者減弱了部分精靈 大家要留意一下,可能會突然之間經過更新之後 特別的精靈就會立即減弱改弱了很多 首先就是噴火龍的噴射火焰、火焰拳、大自燒這些全部都有加強對方的效果 我想有機會是燒傷或者造成傷害也會提高 噴射火焰和大自燒就有縮短CD的時間 首先講一講噴火龍,其實很老實講 噴射火焰和大自燒這兩招去到後期都比較少見 因為另外那兩招太出色了 因為另外那兩招是火焰拳和念衝鋒 這兩招都是一招偉移的技能 而噴火龍我自己覺得都是比較跑得慢的一隻精靈 所以其實有招偉移技 來擊飛敵人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用的技能 所以噴射火焰大自燒其實我自己來說如果它加強了 老實講那個使用率應該都不會特別高 除非說得很厲害 那下一個就是烈戰爪,我自己沒玩過所以都不太清楚 那烈戰爪其實好老實講那個傷害應該真的不算太高 不過它是做到一個干擾的效果 你看到它四招都是增加對方精靈的傷害 就證明其實烈戰爪到後期都很難做到 單殺敵人的一個威力 甚至是一個機會 所以就全部加傷的,沒什麼特別要說 那下一個奇異花 奇異花就是一隻免費的精靈 大家可以看到它 對烏泥炸彈有增加傷害和加強效果 那加強效果我想是烏泥炸彈的減速和減防 有沒有減防呢 應該就是減速的 那增加傷害都很合理 因為烏泥炸彈實在太過難中 一來太難中二來 那個傷害都不高 所以其實用另一招會比較好 就是超級吸收,終極吸收 奇異花反武,花反武沒什麼特別 花反武就是一招加自己移速 然後範圍造成傷害的一招技能 而日光速再縮短招式的等待時間 這個其實都OK的 因為其實奇異花 如果你當你剛剛學到日光速 即是陽光烈焰的話 其實那個等候時間真的有點長 它作為輸出的英雄 感覺上它是不像前排的輸出 它是像後排的輸出 但是如果它的招的日光速不中的話 其實它的損失都很大 尤其是奇異花沒什麼自保能力 好,這一招奇異花的大技 鮮綠路放就可以增加傷害量 都很合理 因為傷害量實在太低了 OK,下一隻 阿伯梭露普通攻擊異常收復 阿伯梭露暗閘 暗閘 這個暗閘要害 增加傷害 突襲增加對方造成的傷害 這個其實都... 我不知道哪一招 因為我忘記名字了 但是其實阿伯梭露都足夠強的 這個都再增加 可能是另一兩招 我不知道 好,這個是肥波球 伴可丁 提升防禦特殼HP 都很合理 因為其實... 血量都比較少 連環巴掌增加傷害 增加這個效果 好像是會暈 唱歌就是加強造成效果 好像... 睡覺我記得 睡覺 魔法閃秒異常收復 OK 好啦,那重頭戲來了 重頭戲來了 那就是白鳳鳳 那白鳳鳳呢 上一次我出了一個影片 就說其實他是非常強的一隻輔助英雄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最新那裡就已經被人削弱了 那削弱了什麼呢 就是... 棉花防守延長了招式的等待時間 就是說CD時間長了 第二個就是... 減少了HP的回復量 因為上次說過 棉花防守 它是可以當你開完護盾之後 是會轉化護盾一部份來變成血量 那這裡減少HP血量 模擬是對於... 一些玩白鳳鳳 打開團戰 甚至五排的人 一個最大的傷害 那白鳳鳳的麵包子也將等待時間縮短 那麵包子是哪一招呢 就是一招... 呃... 雲技來的 當你開了之後 一段時間會彈下來 就會造成一個擊飛效果 OK 那其實是很少人用的 加強精靈造成的效果 提升由自身 由招式產生的防禦和特防上升率 其實這招真的不太好 好 那白鳳鳳的雜技招式 大技 就是減少HP回復量 都真的頗有影響 因為它的回復 其實一回差不多回 一大半 如果它減了可能回得一半左右 其實... 對於團戰來說會不會大影響呢? 其實都大 不過就... 呃... 還好 因為本身... 白鳳鳳一定有裝救援屏 最好可以做到一個護盾 起碼頂一頂 然後再回一點點血 其實都還可以的 那就要看看它斬得多少 好 下一個也是重頭戲 閃耀王牌 那閃耀王牌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 是真的太過厲害了 太過厲害了 所以其實平衡也很合理的 降低攻擊很合理 因為閃耀王牌作為一個輸出英雄 實在太厲害了 沒有一隻輸出可以比閃耀王牌 火焰踢減少 對對方造成傷害量 應該是一踢他那一刻造成傷害降低 而閃耀王牌最厲害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的陽弓 他這個陽弓呢 就是當你按過之後 他會有短時間的無敵 短時間的守護 之後再有後續會有加移速的效果 都是十分之強的 因為一隻輸出英雄 有得這樣陽弓法呢 其實是超屈肌的 超屈肌的 所以被人剩下都很合理的 閃耀王牌的火焰球 增加對對方傷害量 這招其實是去到後期 可能大場來說 其實都很少見有人用火焰球 因為火焰球他需要瞄準 不像火焰踢 火焰踢其實最大的用途就是能夠擊飛對手 即是當你被人殺到近身 其實你可以用火焰踢他走 然後再一個反殺都可以 因為閃耀王牌的傷害實在太高 輸出太高了 所以火焰踢完 其實至少如果他不是防禦型的精靈的話 其實你踢完再補多兩三下火焰 即是普通攻擊的話 其實已經扣了一大半血了 好 下隻了 緊鬼 緊鬼普通攻擊異常收復 暗影球其實是非常少見的 所以有大場基本上是沒有可能見到暗影球 增加傷害很合理 因為暗影球實在太沒人用了 禍不丹痕 禍不丹痕就是緊鬼整個精靈裡面最重要的技能 最重要技能之一 他配合這個烏泥炸彈 只要用禍不丹痕打中中毒的對方 就會立即再觸發多一次禍不丹痕 這個也是緊鬼最強的地方 下降都很合理 因為緊鬼實在太強了 食夢 就是禍不丹痕派的另一招技能 也是很少人用 很少人用的技能 不特別多說 捷拉奧拉電光 電光異常收復 風和伏特增加對對方造成的傷害 我記得是另一個派系 好像是貼上身之後 子拉奧拉會進行一個無敵狀態 之後再把精靈斬幾下 減少對對方造成的傷害 這個子拉奧拉的雜技招式 都很合理 因為他招電實在太強了 招電 一電下去 一開始如果你不懂得玩的話 其實一定會被電貓打到瘋 在後期大家都懂得玩 怎樣才知道 原來子拉奧拉可以這樣避 可以這樣打 OK 到古月鳥了 其實古月鳥就... 我自己覺得古月鳥其實... 不算特別厲害 但是他在頭那幾 其實真的可惡 在頭那幾 大家可以看到 古月鳥的潮旋 減少對對方造成的傷害量 都很合理 因為他的潮旋 直接可以當成一個後期輸出 都還可以 我覺得 減少也很合理 古月鳥潛水這招應該是... 應該是比較少人用的技能 對 因為都沒聽過潛水這招技 或者我不知道 如果他是熱門的技能 我再貼給大家看 怪力普通攻擊異常修復 十字砍 減少對對方造成的傷害 都正常 因為十字砍 只要一爆擊 起碼打千多 打千多 所以減傷很合理 增加近身拳擊的傷害量 十字砍和近身拳擊 只有一人選一招 我記得一個派系裡面 希望可以多些人用近身拳擊 好 路卡利歐異常修復 路卡利歐其實... 路卡沒有被斬都... 都不錯 因為路卡其實都是一個很強勢的英雄 但可能... 可能其實需要技巧 因為如果你沒有技巧 衝上去之後死亡 OK 大致上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平衡 我自己覺得都... 還可以 還可以 不知道大家對這個更新公告 平衡調整有什麼看法 我自己來說其實都... 都算是好的 因為其實一隻遊戲 如果你不平衡的話 其實老實說 只有... 慢慢可能進入墳墓 都不奇怪 他都很快手 又或者是... 都算是有進行平衡的嘗試 都算是不錯的 對了 這裡其實最主要就是... 削弱緊龜和閃耀王牌 和白鳳鳳這三隻最主要 最主流 最麻煩的精靈 這三隻 其實都OK的 因為如果你的精靈太強的話 其實你其他精靈都沒有機會出場 白鳳鳳、閃耀王牌、緊龜這三隻 去到上面的精英場、專家場 一定有一隻在 閃耀王牌 基本上... 如果你免費... 免費登入過七天 他就會送一隻 上去一定有閃耀王牌 所以其實老實說 都OK啦 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 可以留言告訴我 這個平衡都不OK 又或者是... 你是苦主來的 其實我都買了緊龜 我都買了緊龜 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拜拜 記得訂閱頻道 拜拜